這邊是HQ指方,這邊是Infinite 這邊 在對方來說其實我覺得Infinite算是還蠻強的喔 喔沒有,最後果然是小楓Jungle 因為剛才有人在問說是不是 是不是 剛才因為觀眾有在問說是不是西門亞Jungle 然後我也嚇了一跳 然後我問貝克說會嗎? 因為我們剛才趁那個在放VCR的時候 我才嚇了一跳 貝克說不會吧,不會是這樣吧,不會吧 其實我覺得我才是最震驚的那一個 最害怕那一個 因為最近其實西門有玩蠻多Jungle 也不無可能,不過賽前我們不是這樣講 所以我才會有點震驚 OK這邊,我們看Infinite這邊 算是一個五個人分開啦 然後就是沒有打算做Lv.1的進攻 OK這邊兩邊都算是一個比較防守型的打法 雙方都沒有很明顯的入侵跟進攻 因為在Lv.1的方面來講的話 Infinite其實是有聖仔阿 有聖有蜘蛛 有解析我覺得其實不算太爛了 其實我覺得蠻強的 因為他們三個後排 然後其實只有聖跟蜘蛛可以來做個版 其實我覺得蠻強的 對阿 看起來挺讚的樣子 但是也沒有選擇打 OK這邊應該是沒有意外 就是一個正常的正義度來開局 然後對HQ來說算是不錯的 因為其實 我自己覺得綠蛇他們蠻喜歡打正義EU 然後尤其是打索拿 我覺得射雷希一勾到我就可以打 感覺蠻好的 OK一個正義U開局 這樣子看起來雙方都是穩穩蕩蕩的正義U開局 剩下的協助蜘蛛清一下紅BUFF 他沒有選擇從下面 有兩個人可以幫他的內側開打 現在百分之八十的Jungle都會選擇 從人多幫的那邊開打 沒有這樣子選 那麼那 可能在Jungle上面會稍賣一點點 蜘蛛會賣一小步 其實我是覺得還好啦 如果他們以這樣 來那個 Infinite要這樣子 一隻蜘蛛從紅再過來籃的話 有可能會從下路開始來做一個進攻 因為你要去GANK一隻龍女好像也稍微有點難啦 是 中路的地方 傑西一開始是有做一些poke嘗試 不過奧利安娜真的是四平八穩的角色 除了特別碰到像希格斯中 特別有壓制能力的之外 他在中路通常都還蠻穩當的 對啊其實這真的是 不太有可能直接被壓到爆掉啦 因為球女就是一個真的是非常穩的一個角色 那二內力玩得穩不穩就不太知道 耶~~ 因為其實二內力他本來就是一個打中路一個選手 他本來就是一個打中路的選手 但是後來他自己是覺得說 他打Jungle他自己是覺得比較得心應手一點點 那我是覺得說沒有必要 就是把自己固定成一個路 就是我是覺得他有一些角色 他可以來跟西門來做一個調配 我是這樣覺得比較好一點點 只是說 只是說我們也常講說專精一路的效果比較好 要 HQ應該是有看到的 球女直接把自己的位置放置在河道的左側 讓蜘蛛即使是過來進場 他也有很大的一個空間 對而且靠過去剛剛小鳳也在附近而已 其實過來二打二其實這邊HQ其實也不太會輸 沒錯 蜘蛛現在決定要上了 HQ依舊是有得到預警的 往左邊的草叢裡面鑽進去 然後跟李星會合 爆炸蜘蛛沒有進草叢 他這個是把自己身體往前靠 讓爆炸蜘蛛沒有被看見 沒有被看見 沒有看見NAS NAS這個Q 距離太遠 沒有Q到 自從上小鳳玩了李星之後 發現其實小鳳會被 不是NAS是小鳳 自從小鳳玩了李星之後 我就覺得小鳳會不會是HQ最會玩李星 不是啊 等等 教練自己釣魚啊 沒辦法啊 怎麼說呢貝克老師 沒有我覺得小鳳真的蠻適合玩這種 其實可以接很多東西的這種角色 像他以前玩什麼伊瑞利亞 有的沒有 衝來衝去衝來衝去 這個好像最適合他玩的角色 好這邊 射雷希要過來直接拉一個燈籠 過來做個Gank 燈籠拉李星以後 他自己還帶自身帶閃線上前 增加位移以後 勾中了伊瑞瑞爾 讓以滑溜著稱的伊瑞瑞爾 連閃線都光盾都來不及腳 當場暴斃 這波Gank是乾淨俐落 OK這邊 自從過來吐到 哇喔 危險喔 他傑西miss一個Q啦 傑西missQ啦 太難過了喔 他可能覺得說 欸你會不會往後走 結果先射了後面 這邊過來李星過的Gank 這邊走得掉嗎 走得掉 因為這邊李星已經沒有Q了 這MissQ是蠻難過的 因為剛才補一次沒機會喔 傑西點燃還在 不過其實剛才也殺不死阿 因為就算你Q有命中的話 了不起就flash走掉了 其實也算還好 真的嗎 我覺得剛才他如果中那個加速Q加點燃 再被普攻兩下一定會死欸 那血量 你看 帶閃線上前然後一刷之後勾中 真的很漂亮 這個下路的Gank做得蠻漂亮的 對 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個Gank 嘲諷也沒中 這個是各種 OK這邊聖應該是蠻危險的喔 我覺得再見的機率太高 惹 蜘蛛上前 猛打應該是把龍女給換掉了 沒有錯喔 那傷害計算上面 因為其實蜘蛛進來 蜘蛛的追擊能力也很強 然後傷害也很高 那龍女在那個地方其實沒什麼希望 OK 他是帶鬼步 他剛才pop鬼步 沒有辦法用閃線拉鋸 其實覺得還好啦 因為龍女這個角色只要濃到肥起來之後 打盛其實算是蠻穩當的 還是 上路突然變成了兩個Jungle的戰場 小鳳說 你知道嗎 上路我原本就會玩 不知道 上路你知道嗎 這才是我的家 我這邊覺得 打這一路覺得 這裡還是要吸喔 我要撿尾盜 我要撿兵 撿一撿然後 吸門回來他就說 阿對你說這個 其實小鳳還算是蠻客氣 他完全沒有吃兵 然後這邊把B線控在這邊 因為他玩上路玩家 要知道 我是自己比較希望是這樣做的 這樣 如果這個線被推出去的話 等一下西門回來會有難打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會暴怒 你這樣推出去我要怎麼玩 這個問我 我就不知道 要問殺梗 OK這邊 陷入其實還空的蠻不錯的 這邊 就算是 這邊西門過來 這邊有點危險的感覺 是的 Insta已經在上面 躲了 那剛剛要是前一波 有推出去兵線的話 他當場就要暴斃了 這次是被 網到 但是他有大絕 大絕往後跳以後 之初沒鋪到 讓西門越說 逃回了塔下 這個Gank 埋伏相當很 還好 剛剛小鳳沒有推先 有推他死定了 有推如果在前面的話 就算你往後鋪 你可能也跑不掉 好這邊小鳳馬上要趕過來做支援 但是被看見了 被眼睛看見了 瞬間對方退了很遠 然後小鳳立刻拉掉 拉掉以後 往中回來 也沒有試鬼可以吃一個 剛才傑西去處理那試鬼 那李星說 好吧 那反正你蜘蛛應該是 的recall沒有錯 所以我就 吃你個二鬼 二十 好這邊 要搭配NAS 也要過來吃對方的紅霸嗎 真的假的 傑西就在這邊 傑西會用QE探草 傑西會用零丸探草 他沒有探 那是 NAS直接走出來給他看 這個QW QW 沒W到 但是大傑吸到以後 李星黏上來 李星黏上來 傑西已經沒有flash 沒有救了 選擇垂形態 往前多少做一點輸出 但是 還是慘到擊殺 這邊NAS這個bet做得滿漂亮的 就是在那邊 打拉打拉打拉 然後把他騙過來 這個也是 唉唷喔喔喔喔 再來胸蜘蛛 這邊打起來就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蜘蛛掉起來以後是要鋪雙石 然後鋪完以後看到隔壁有個西門夜說 可是他怎麼盾了一下 Q1沒中 Q2 踢掉沒有踢到 喔他應該是被綁的 這邊 決定 決定是要 好火球 好這邊就是要三個人 只要帶這隻聖 我想要拉掉結果 是拉開了 因為 後面只有一個李星 李星能夠阻止他的程度有限 所以他選擇 這邊NAS這個資源做得滿漂亮的 直接從中路推線之後 直接跑上來上路 反正中路的對手也不在 所以 他剛剛躺 因為中路已經殺死了 那其實 只能說 NAS打槍狗打了很久之後 資源性也變強了 其實像這種 各個位置都打過的話 你對於 真的對於這種 全地圖的資源能力會上升 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 每個選手真的是 每個位置都會去打打看嘛 我覺得限制在一路的話 真的是 局限 就是你只會局限在那個地方的話 其實我覺得也不太好 每個位置都去打打看 BB表示 我懂 我懂 我打五個位置 他說 你知道這個 除了將狗跟輔助 我還沒有在TPA打過之外 AD 中路上路 我哥都打過 惹 而且還是比賽中打 真的 好 這邊 有 聽菲人的打到第一隻龍 然後因為剛才上面 在HQ直接把 兵都 往上路直接 跑了嘛 那這邊 聽菲人的這個抓時機抓得滿漂亮 直接知道這邊沒有人 直接過來把這個龍帶掉 OK 這邊開始應該算是 進入一個慢慢濃的一個時期 龍女這一撲並沒有撲出傷害 所以完全是恐嚇小兵來著 因為這邊其實 我就覺得打應該打不到要什麼 畢竟你還沒回家買裝 只有一個多藍燈跟兩把多藍箭而已 這邊要殺死一隻 聖的話其實是有點困難 畢竟你不是有這個 彎刀或什麼東西可以緩住這隻聖嘛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本來就打不死了 好彎刀來了 說彎刀彎刀到 對 因為其實打聖的話 你就出一個陰落王者之後 這個龍女打聖之後 應該就是輕鬆打 OK 這邊聽Inventer 在這邊準備要埋伏 下路創成線 伊莉絲的埋伏相當徹底 結果被 綠茶插一根眼睛化解 而且還躲掉了這一個綁 OK 這邊小瘋跟綠茶要來做一個燈籠 大概有理性的一個搭配了嗎 然後這邊知道 聽Inventer退了 這邊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對 Inventer也是退了相當遠 可能在第一次下路 受到那個綠茶閃現漂亮的帶人出來gank 這一波的時候 是有點警覺心 欸 龍被Inventer吃掉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注意到 這邊也插了一隻眼睛 看到對方有吃龍 不過我想他們應該是有警覺心的 因為畢竟吃龍的空中棋太大了 他們剛才三隻都在上路的時候 那個空中棋真的滿大 OK 小瘋過來了喔 這邊有機會 來做一個gank 因為對方完全不知道小瘋在這個地方 徹底沒有視野 當索娜進來補眼睛的那一刹那 欸 十分之危險 你在不知道會不會先Q一下呢 他想要先Q一下 但是立刻被勾 在被刷到大絕上面 索娜其實給一顆大絕 也完全沒有辦法達成任何的資源效果 理性在往前路 先在往前我覺得這個索娜也非常危險 理性Q1Q2打死以後 差以下但是有燈籠拉回來 漂亮的一個三人聯手 你們三個是穿同一條內褲是吧 你看小瘋這個理性玩得真的是不錯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是 那樣來貝克老師剛才講的沒有錯 大概真的是AHQ最會玩理性啊 因為我覺得他理性真的 因為他個人是比較 我自己是覺得他是偏操作比較多 這種角色他越喜歡啦 因為他自己平常也是滿喜歡玩這個角色 甚至他把理性拿去練上路啊 什麼之類的 之前也有練只是沒有什麼機會給他出而已 那這個角色他本來就很熟悉 然後來打Jungle更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啊 因為他以前就是一個打Jungle的一個選手 他以前不是工具人嗎 什麼位置都要打 他什麼工具位置都要打 但是在HQ最初期的時候 他是在打Jungle的一個位置 就是上路UDJ嘛 然後Jungle小鳳 他其實這個角色 這個位置對他來說其實算是 架心就熟了 他比以前有玩過真的玩過非常多場 嗯哼哼哼哼 原來是這樣 OK這邊 HQ這邊算是領先的4K跟6比1的開局 不是我只是一直在想說 HQ最後玩理性要情何一看 另外兩個玩理性要情何一看 沒有關係 但是是你講的 所以大家應該也不會有意見 公認的有沒有 貝克認證 HQ有好多人會玩理性 看美金每個人都愛玩 甚至之前一開始的時候 西門說這個D 其實是我焦蘭特 OB還放大NAZ給大家看 我還記憶猶新 就是最近好像看到NAZ MISS蠻多個Q 他個人也算是打得比較隨性的一個玩家 所以MISS算是多多少少會有的 我覺得有時候 大家那個 標準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越拉越高 像我自己玩理性三個Q中一個 我就說阿不錯阿有中阿 沒中阿沒中就 給他放他一條生路嘛 我宅心仁厚對不對 但是在比賽的時候 大家標準會不知不覺越來越高 那一個MISS好爛死啊 還敢玩理性 很容易這樣子 就是心理上很容易有這種 這種產生這種想法說 阿你沒有百發百中還敢出理性 OK 那這邊其實他 小瘋瘋齁 我自己是覺得他玩這種 操作越多的角色 他自己是玩得越好 因為 他如果 假如去玩一些什麼 鱷魚啊 那些 比較 比較簡單的那種角色 他會覺得說 這個角色好無聊 就像雷格爾什麼之類 他會覺得這個角色很無聊 但理性跟伊瑞俠 可以TRT去飛來飛去 他會覺得說 哇這個角色好好玩 沒有他只是喜歡連很多衛移機的角色吧 照你這麼說 這個就是你知道嗎 Gegel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這角色飛機太少了 唉唷 被四個人抓了 Gegel這個閃現還不錯 再拉一個燈籠 OMG 其實是綠茶的 Nice play 這時候蜘蛛帶勝以後 往前一個閃現 但是被黑牛 衝刺以後再腳閃 拉開的距離並沒有被抓到 OK 上路做一個很大的空檔 這邊龍女星們直接過來 準備來做一個推塔 好一個動作 太轉子了 新人夜收說太棒了 唉唷 奧利安娜球還在這個位置吸到了解析之後呢 綠茶在上前勾住造成了擊殺 好慘烈啊 好那中路這邊要順勢來做一個推中路的 中路塔了 聖靈利這個玩球 也真的是玩得不錯 本來他以前在那個 White Spider的時候就是打中路的位置 嗯嗯嗯嗯 然後龍女在上路推得非常的快樂 然後這時候聖上來嘲諷他一下 龍女說欸你知道嗎可是塔爆 然後他就把塔 點爆之後呢 而且這 這還是龍女沒有買雲羅王子的時候 沒錯 他就已經可以這麼小掌了 哇再展現再勾到伊澤瑞阿 先生 你可是個伊澤瑞阿 這樣子 這樣子你有失顏面吧先生 他可是伊澤瑞阿 你就這樣勾塔 這伊澤瑞阿面子都丟光了 已經被勾三次了 好這邊連上塔都帶掉了 現在塔住一個識別的一定一個領先 那這邊哇 經濟已經領先非常多 好這邊小龍重生 HU應該要順勢把小龍給吃掉 身為英雄聯盟最滑溜的AD 這樣子一直被勾 感覺是不太妙 因為這伊澤瑞阿的CS已經開始輸了 死也死了兩次 三向之力還沒出好 HU沒有打算來守這隻龍 OPEN這條龍 我覺得是蠻傷的阿 就剛才明明就 五個人夾起來把這個龍吃掉 優勢還蠻大 然後龍去OPEN給對手 也算是宅星人後 真的是蠻宅星的 好小鳳現在過來說 嗚嗚 他過來的時候 欸 這個龍不見了 地上只剩一些龍交閃 所以我是覺得剛才應該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要來夾這個 把這個龍打掉的阿 不知道可能是 他們應該是覺得 這個龍應該是可以放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應該是說 沒有我剛才試圖想找理由 但是發現 我發現你找不到阿 依我對你的了解我完全知道 你找不到理由 那我覺得 我可以幫你想一個比較好的理由 類似說什麼 啊好有錢喔回家買裝 路西恩說 啊我要回家出三項 然後就把龍放掉 應該是 嗯 小鳳沒有中心 哈哈哈哈 沒有啦 也有一種可能性是說 小鳳可能在jungle 控制上面來講 可能就相對是比較 薄的一環阿 我覺得因為 這種控制上面來講 不是 你不是常常都jungle齁 你不是 隨時都在那種環境下面 可能過一會才想到 等他想到的時候 龍文是沒有了 我覺得應該是 蠻有可能是這個狀況 然後現在 HU可以開始打 一三一或是一分推 因為龍女現在把 羽動王者出出來了 現在其實真的是 蠻好打的一個狀況 哇他還把紅buff偷掉了 以後呢 綠茶給一個很遠的燈籠 把他拉近隊友 中間以後 綠茶還出勾 試圖反打 不過這一勾是沒有中的 OK這邊分推的是 黑牛 黑牛的露西爾已經 到下路準備來推這個二塔了 好狠阿 這樣子 怎麼擋來住 因為露西爾也三項了 維澤瑞也拿到三項了 那雙 那個來講的話 只領先 一雙鞋 就是對EZ他只領先 一雙 一雙草鞋 跟一把多案件 沒有很多 其實沒有很多阿 因為其實兩 圍著位置 蜘蛛中勾以後 可是兩個人為什麼 哇這是怎樣 那蜘蛛在空中飛過來 又飛過去就飽了 所以他再給燈籠 跟小鳳說你把他殺了以後 再飛回來 但是小鳳說不行啦 先回來 要死著 這邊拖了足夠的時間 之後下路直接破掉 然後上路一個西門龍女 單殺聖 應該是聖POP大絕的時候 站在原地 給西門夜說直撲斷大 以後呢 一口氣把他砍到死 看起來像是這樣 對因為買了陰落之後 這個龍女 就可以單殺這個聖 沒錯 解析再對一個Q1沒中 OK這邊HQ 直接四個人 直接要準備來推中路了 說好這個解析的Q1沒中 就讓我心裡有很大的陰影 昨天晚上玩死鬥模式的時候 對面有五個解析 好 綠茶又飛上去一個 把兩個推回來以後 蓋起一座五角大下 路西門上前 好再殺一個 再往前再移一下 再殺一個 漂亮 是Triple還是Double 好Double 有一個被NZ殺掉 所以是Double 所以NZ是不是就是 HQ最會玩窮呢 小葉在外面看 欸 是我媽 小葉抬頭 因為其實他們之前蠻好笑的 就是他們在平... 先講這個回答 好 吸起來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講 因為只能蒸發掉 對因為之前我們在... 就是平常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些 什麼就是一對一啊 那個... 讓他們去熟悉一些角色 然後後來小葉 就是玩了... 就是在中路的時候 對決其他人 怎麼中路 一個打兵的人 成為全隊唯一死兩次的男人 唉呀呀呀 今晚就請大家吃宵夜啊 不過我就覺得西門龍女真的 這種... 這種蠻符合他的風格 就是來一個BD BD到很深 就是BD到底 然後打一波 我覺得這是最適合他的一個打法 所以他這場 我自己是覺得打的蠻好的 他龍女前面出過幾次都是 打這個風格都非常的適合他 所以其實應該是後門夜說 專門拆人家後門 就是像之前要玩啊 什麼結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種類型的一個打法 就算他自己最擅長 對 是他最適合的打法 沒有錯 所以這一場我們才會安排 讓西門來試試看這種打法 就... 英語小教師 常講BD喔 就偷拆 那英文是backdoor 就是後門 好... 上前拉 燈籠上前以後想要來抓 這個聖誕司 立有未膽 好...那這邊先別說 直接在下路 直接做個帶線 因為其實中上的水晶已經帶掉了 這邊把下路帶進去之後 然後所有人集合過來看要打巴龍 或是直接推下 下面的塔其實都ok的 看起來是打巴龍意願比較高一點 不過其實我覺得兩者皆可 這差不多差不多 都是對面很難防守 沒有什麼差別 大概是不會出來 大致上是不會出來 所以你做哪一件事情應該都是一樣 我是覺得他們趕快去開巴龍 因為這個...巴龍直接打就好 已經在開了吧 伊者瑞有刷了一個大絕 沒有被刷掉 我今天對面看到對方在打巴龍 然後這邊會過來嗎 有...有過來的意圖 有蜘蛛多少 還是有一個斬殺加重擊的可能性在 所以是過來了 那小鋒其實不是天天都在跟人家 那個...拚沙子蓋了 所以就沒有這樣選 蜘蛛掉上去以後 只能原地下來唄 露西恩稍微用猩猩戳了一下 但沒怎樣 龍女已經帶到他家門口了 喔 防守巴龍就會掉下落兵營 這個是...天經第一 那... HQ這邊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血量 因為你被打得太慘 如果不能爭奪的話 對方有可能會轉頭咬一口巴龍喔 這是要注意的 欸...索娜的位置...索娜的位置 索娜的位置...李星這Q2憋很久以後 喬到一個相當好位置 Q2支柱以後轉頭踢索娜 小鳳在這個操作上面 欸...這看來不只是假鬼啦 欸...真的...滿... 阿鋼不利得到了 阿鋼不利得到 阿鋼不利得到 然後呢...欸...這個... 後門夜說 已經成功的把這個主堡雙塔給爆了 什麼挖狗 家裡要爆光耶 然後跟隊友說 呦呼...夥伴們 這不來上不了鏡頭喔 拆完囉 該打主堡囉 偷拆沒說 恩...真是說... 欸這打法真是很厲害